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中文电视台TVCN的每日要闻 我是Melody 今天是加息时间2021年3月17号星期三 聚焦世界头条了解全球时事 下面是今天全球各大通讯社关注的世界头条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CBC的新闻 安大略省报告了1553例新的COVID-19病例 福特再次推销更多的疫苗 现在7天的平均每日病例为1427例 安大略省周四报告了另外1553例的COVID-19病例 原因是省长福特为该省的疫苗推出和预定的系统辩护 新案件包括多伦多的404例 皮尔地区的294例 和约克地区的176例 沃泰华记录了82起案例 将在周五进入安大略省限制框架的红色控制层 感染发生之际 实验室完成了对SARS-CoV-2 引起COVID-19的病例 测试达到了58,560次 阳性率为3.1% 7天的平均每日病例攀升至1427例 是自2月7号以来的最高点 公共卫生部门在周三接种了58,119例疫苗 仅比此前创下了最高纪录稍短 福特以及安大略省的COVID-19疫苗工作组的成员都表示 一旦联邦政府不断地提供疫苗 则注射疫苗的总能力可能会翻两番 预计到月底将有达到200万剂的疫苗总计到达安大略省 政府推出计划的第二阶段将根据年龄和相对的平均风险来分配疫苗 计划于4月开始执行 下面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邮报的消息 白宫确认加拿大已向其寻求帮助来购苗COVID-19的疫苗 加拿大确实在向美国寻求帮助以购买一定剂量的COVID-19疫苗 但白宫拒绝在周三说是否同意这一要求 媒体秘书詹普萨基回应了有关加拿大和墨西哥争相要求对于疫苗的报道 其中包括彭博新闻社的报道 这两个国家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成为第一优先考虑 普萨基重申了白宫长期以来的立场 即拜登总统首先要确保每一个想要接种疫苗的美国人都能接种疫苗 并确保能够尽快的接种疫苗 他承认美国目前在世界上为居民接种的疫苗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 下面看到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安克雷奇 美国当地时间18月凌晨应美方的邀请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会兼外长王毅率领的 即将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以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国际机场 下面看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 世卫组织将在周五公布阿斯利康的冠状疫苗调查结果 据报导近期欧洲民众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少量的血酸问题 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 目前已暂停使用该疫苗 欧盟药品管理局在18日周四表示 稍晚的时候将会说明调查结果 当局目前正在检视分数不多的报告 内容有关民众施打疫苗后出现的出血、血栓 以及低血小板技术症状 世界卫生组织犯人表示 世卫疫苗安全小组预定周五19号公布针对阿斯利康疫苗的调查结果 下面是来自俄国卫星通讯社的消息 俄国司总统普京提出于美国拜登总统 以直播的方式公开对话 原因是拜登总统此前说 普京将为干涉美国的选举付出代价 媒体也报导称 拜登在与ABC电视台记者交谈时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凶手 实际上他是否真的有这样说 暂时还不清楚 白宫新闻秘书长珍·莎琪拒绝解释这些话是否是隐喻 早些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了 从直播的形式来继续参与这个讨论 这对俄罗斯和美国人民而言是会非常有趣 白宫谈普京提出的与拜登对话这一事 表示暂时没有什么可以通知的 明天总统将为很忙 再来看到合众果西社的新闻 亚特兰大的韩裔美国人对水疗中心的枪击事件 感到震惊和悲伤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导 亚特兰大地区三个温泉浴场的大规模枪溪事件 已经震惊了乔治亚州的韩裔美国人社区 3月18号在周二的枪击事件发生后 枪手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三个温泉浴场开枪射击 造成了8人死亡 其中包括4名身份不明的朝鲜族人 亚特兰大韩裔美国人协会主席金允哲表示 人们对人身安全的关注正在上升 该组织计划与各国公民讨论组织对策 最近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 似乎是由于冠状病毒引起的 犯罪嫌疑人21岁的罗伯特亚伦朗被控杀害 虽然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尚未明确 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企业及其客人 遭到暴力武装袭击后 整个社区感到了震惊和悲痛 韩国的外交部长说 遇难者均为女性 而且都是朝鲜血统 但其国籍尚未得到确认 下面一起来看到来自美联社的消息 美国失业人数上升至77万 裁员率仍然很高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 寻求失业救济的美国人人数 已经达至了77万 这表明裁员率虽然很高 即使美国大部分经济 正在从冠状病毒的衰退中稳步的复苏 劳工部周四的报告显示 初请失业金人数从前一周的72万5000攀升 自去年春季经济衰退以来 这一数字已急剧下降 但能表明某些行业的雇主 能将继续采源 在大流行爆发之前 失业就接近申请在任何一周内 从未突破70万 美国首席经济学家 卢法鲁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明 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仍然持续 我们预计失业的援助申请 将会随着限制解除 和更多正常运营恢复而开始下降 随着企业恢复生产能力 工作和收入前景将得到改善 再加上财政的支持 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两三年前的经济状况速度 高度不确定 美联储暗示 尽管经济取得了稳步增长 但其还是仍旧担心 通货膨胀的压力上升 但预计到2023年 其关键利率仍然接近为零 下面再来看一看路透社的独家新闻 谷歌欲阻挡Cookies 引来美国反垄断调查 根据路透社3月18日的消息 知情人士表示 谷歌正打算阻止Cookies 这个广泛应用的网络追踪工具 引发了美国司法部调查人员的关注 调查人员一直在问询 广告行业的高管 以了解谷歌此举 是否会阻碍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 谷歌于一年前宣布 旗下的Rose游览器将阻挡一些Cookies 以加强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过去两个月 谷歌发布了更多的细节 导致了线上广告竞争对手 抱怨失去了这个收集资料的工具 消息人士并指出 调查人正询问谷歌是否利用Rose 来避免对手广告公司通过Cookies 追踪用户 同时留下漏洞 自己用Cookies 分析工具 以及其他资源来收集资料 从而降低竞争 最新的调查访谈显示 公园们目前正在追踪谷歌 在全球线上广告系统的各个项目 目前全球广告 全球线上广告市场营收 有54%掌握在谷歌 和排名第二的Facebook公司手上 上述内容还没有被媒体披露过 这项广告业的访查 可能不会导致法律行动 司法部为就本报导来置评 谷歌则是选择其广告业务 称其有助于企业的增长 并保护用户隐私免遭侵犯 再来看到法新社的报导 美国传唤多家中国电信企业 开始撤销两家中企在美经营权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3月17日表示 已经开始撤销美国 已经开始撤销中国联通 美洲公司和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c在美国提供洲际 和国际通讯服务的程序 美国商务部当天还通过声明宣布 已经向多家在美提供消息 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中国公司 送达了船票 以了解他们是否过程国家安全风险 此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通过声明表示 已向在美国提供电信技术及服务的多家中国公司发出了船票 声明称发出船票 是为了根据第13873号行政命令 审查交易的要求 今天采取的这些行动 是调查涉及这些公司的交易 是否符合行政命令规定的标准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称可信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服务 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相关安全至关重要 仍然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 政府坚信不移的采取全政府的方式 确保不信任的公司不能盗用和滥用数据 确保美国技术不支持中国和其他行为的恶意活动 下面是来自日本共同社的新闻 奥运会开幕式总监因侮辱艺人而提案辞职 共同社3月18号消息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乔本圣子 18日在新闻记者会上宣布 担任开闭幕式策划及演出总监 创意导演佐佐木宏辞职 佐佐木承认将向相关人士提议了 对计划出演的艺人渡边直美 外貌带有侮辱性的任务的方案 并于18日凌晨发表道歉信 并表明了辞职的意向 奥组委会将尽快挑选继任者 乔本表示发言很不恰当 感到非常的遗憾 该事是不该发生的 并道歉称其非常的对不起 有关开闭幕式的演出 由于奥运会开幕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 他表示很难从头做起 打算照着佐佐木此前推进的路线 核实细节 关于工作人员和出演者 乔本认为有必要考虑男女比例的平衡 奥组委前主席 森喜朗刚刚在二月因为藐视女性的发言 引咎辞职 丑闻不断令人担心 举办的氛围会将进一步的降低 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 新战略的重点是联合盟友对抗北京的破教性外交 确保中国不会在关键技术上 获取永久的优势 相比特朗普时期的惩罚性措施 拜登政府更加更多的聚焦于 关于关键领域的投资 中国和美国正尽相确保自己的供应链安全 并减少对彼此的依赖 这是40年经济一体化的逆转 华盛顿消息 拜登总统正在策划对美国战略的急剧转变 重点是在世界各地召集盟友 对抗北京的胁迫性外交 并确保中国不会在关键技术上 获得永久优势 乍看上去 他似乎采难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观点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国 正危险地转向对抗 这与奥巴马时期的基调明显不同 但新出现的战略 更直接地否定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主流观点 即可以通过深度的经济相互依存 来缓和同中国在军事建设 领土野心和人权等问题上的根本冲突 拜登担任副总统时 习近平还在巩固其权力 已成为中国几十年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 两人曾在中国和美国会面 并且公开保证 对抗并非不可避免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情报评估是 习近平会谨慎行事 注重国内经济发展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 最后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拼多多创始人黄征辞去了其董事长的职务 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征 周三辞职 以年活跃买家数量衡量 这家成立了五年的企业 已经超过了阿里巴巴 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 现年41岁的黄征辞去职务之际 中国强大的互联网行业 正在受到日益严格的政治审查 此前另一家业内巨头蚂蚁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胡晓明也于本月早些时候辞职 黄征在写给股东的信中说 辞职后他将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生命科学领域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黄征正在与中国多家高校讨论 建立生命科学研究的实验室 这位知情人士说 黄征接下来将要在这些实验室研究生物技术 下面是加国药文时间 首先是一条关于COVID-19疫苗的新闻 BC省卫生官员今天将分享 该省COVID-19疫苗接种的下一步计划 本周加拿大卫生局对人心惶惶的疫苗 导致欧洲国家注射血栓问题等频繁了 大家看起来是乐切地关注加拿大疫苗接种计划 今天下午BC省卫生官员将分享下一步 COVID-19免疫计划的最新计划 该公告于下午一点举行 即时BC省省长John Hogan 省卫生部长Andrew Dix和省卫生官员 Mr.Bronny Henry都将出席新闻发布会 本周早些时候 卫生官员将发布一份首批接种疫苗小组名单 其中包括食品加工人员 包括生产水果和鱼类加工人员 农业生产车间工人 居住在大型工业集中区中的工人 或住在员工宿舍的人员 在隔离状态下因工作困难的工作人群 本台将持续追踪BC省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持续更新最新的疫苗接种计划消息 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加拿大美国边境关闭将再延长一个月 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关闭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政府今天发出的最新消息来看 恐怕加拿大美国边境将关闭一个月 今天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 比尔贝尔表示 本次与美国的非必要旅行限制将延长到4月21号 同时表示正常的货运和贸易不受影响 两国之间的贸易也不受影响 再来关注一下第三者消息 ICBC退款支票Debic Checking 因网络受攻击被迫推迟 大流行期间除了领政府的福利之外 也不要忘记了ICBC的退款申请 因为大流行交通事故率降低 ICBC宣布降低保费 每人约可获得约190块钱加币的退款支票 虽然不多 但是有总并没有来得好 本周三BC省保险公司ICBC表示 由于第三方供应商网络受到黑客的攻击 新一轮的大流行相关的汽车保险退款支票将被推迟 ICBC表示 第三方公司的系统数据库储存了客户的名称 地址和支票的金额 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 黑客已经掌握了这些信息 同时表示 省ICBC保险服务不会受到影响 市民仍可放心的使用 下面看到的是一条警方通缉的信息 温哥华警方VPD正在寻找涉嫌殴打妇女的男子 最近温哥华暴力事件激增 住在温哥华的朋友们俊敬要注意了 两个月以前一名女子在温哥华市中心遛狗的时候 被一名陌生男子敲打 今天发布了一则嫌疑人的监控视频 呼吁市民帮助识别嫌疑人的面貌和特征 今天温哥华警察局中士 Steven Anderson 表示 自事件发生以来 温哥华警察局调查人员一直在努力寻找嫌疑人 但至今还无法查明事件的肇事者 我们正在寻求人们对这节视频中嫌疑人的指认和帮助 如果你们知道他是谁 请给我们打电话 犯罪嫌疑人被描述为是一名白人男子 年龄大约为50岁 有一头白发 牛仔裤 身着淡蓝色的外套或者毛衣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温哥华本地的要点新闻 丢脸丢到了国外 温哥华30岁的汽车销售约一名未成年少女优惠 一到现场却被抓包 这年头温哥华的变态犯罪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网络上总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专门盯着未成年人下手 最近温哥华就有一位华英男子 就是某位品牌的汽车销售被曝光 到晚上的约了未成年人的少女 想不到却到现场才发现 竟然是个陷阱 真的是丢脸丢到了国外 Ryan是一位温哥华著名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成员 他还挺有名的 之前有个叫Suri Club Capture 从2014年开始专门在温哥华设计陷阱 引诱从网络上对未成年少男少女图蒙不轨的这些狩猎者们 并将他们公诸于众 其中曝光了包括温哥华某公交司机 UBC大学管理人员 Suri的某警员 甚至还有某学校校长等等 而且在3月12号的晚上10点左右 他上传了一则最新的脸书直播影片 曝光了温哥华某华裔狩猎者 而被更多的爆料者提到 狩猎者是在网络上原本和一位12岁的未成年少女约好要见面 在脸书上直播影片 并开始的时候 他在指定的地点出现了 接着呢 身着灰色大衣和蓝色口罩的他 在当场却被人叫出了名字 他随即猖狂的逃跑 但另外一名人员马上冲上前去 在影片当中承认自己名叫Jerry的 这位华英男子 开始对着阻挡他离开的成员拳打脚踢 两人接着扭打在了一起 当其他人员把他们拉开之后 这名气喘呼呼的男子就开始装傻 说他以为他们是要来抢劫他 所以才逃跑 但是呢 摄影师马上上去打脸了他 如果我们要逃跑 为什么还需要拍影片呢 接着组织员马上就声明 你知道我们是谁 你知道你今天是要来干嘛 你今天约了一个未成年来约会 你看到了我们拿的摄影机 知道了自己会被拍 所以你心虚了 所以你就开始逃跑 接着呢 组织员还问他要不要马上报警 但该男子马上拒绝了 后来这位温哥华华裔男子 当下也承认 他确实今天是要来和某未成年少女 优惠的 接着组织员就问他 在哪里工作 但该名男子拒绝回答 他怕自己一旦说出来会被报道 会影响到公司的名誉 因为前期的聊天记录显示 组织员已经知道了 他是在某车行上班 也知道了他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接着呢 附近的警车也出现了 影片随之中断 几乎可以说是证据缺着 他就是所谓的未成年人狩猎者 如果心里没有鬼 如果不是在网上已经铺定好约好了 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 为什么组织人员会提会提前知道他的名字呢 还有职业 最扯的是干名男子已经结婚了 并且老婆还在国内 实在是令人太恐惧了 现在网络上真的什么人都有 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千万小心 您对干事件是怎么看的呢 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欢迎在YouTube下方留言 分享您的观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拿大中文电视台TVCN每日新闻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主播Melody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点击关注不迷路 每日最新最热的新闻准时奉献给您